Hello,又是我Uncle M 之前有粉丝给我留言说 O和GA有点难区分 所以今天想给大家讲一讲日语的注词 O和GA的一个区别 首先,O和GA可以同时出现 Juiceを飲みたい 或者是Juiceが飲みたい 那如果是Juiceを飲みたい的话 就是一开始就会学到的一个句型 反正你后面如果是动词的话 前面就用O跟着它就可以了 那其实想说的是 就是想喝的这个动作 其实如果现在我没有果汁的话 我只有水,那也可以 反正就是想喝东西的这个生理需求 那如果是Juiceが飲みたい的话 这个GA这个注词 它更想要说的是提示的是前面的一个东西 我想要喝东西 想要喝的不是别的什么 而是Juice 比如说好几个朋友去餐厅点东西 大家就说要喝什么 我要喝Juice 这个时候你别的都不要喝 你想喝的是某一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GA Juiceが飲みたい 所以下面也很简单 也是同样的一个例子 PCの使い方を知りたい 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单纯想要知道这个电脑怎么用 那如果是PCの使い方が知りたい 这句话看到的话呢 我会感觉有一种好像比如说老师在上课 下集课呢给大家讲携带の使い方 PCの使い方 或者是systemの使い方之类的 可能在这几个里面呢 PCの使い方が知りたい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 而不是别的东西的这种几个里面去挑一个 所以其实总结起来就是O的话呢 它是一个比较陈述的一种感觉 只是单纯要怎么怎么样 而GA的话呢 它只是想要前面的这个东西 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的这个意思 好 重点来了 我们在学动词可能形的时候呢 因为呢是在初级学的 初级的老师们呢只会告诉大家 把那个可能形前面的那个注词 O换成GA 所以呢大家都会以为动词的可能形前面只能用GA 但其实前面呢可以用O的 像这里本が読める 或者是本を読める 都可以用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有什么不一样 子供は本が読めるようになった 孩子他能够看书了 也就是他以前不能现在能了 这时候呢这个GA的话呢 想要更多的是说它的能力的存在 它就是变得厉害了 可以做什么什么的事情了 这种自信在里面 而如果用O的话呢 它会比较普通一点的语调 比如说我们像看这一个句子啊 这个时候如果用O的话呢 它想说的是前面这个高中生啊 它本身自身有一个条件在里面 而不是想要说它有一个什么自信 或者是它有一个什么能力在里面 所以呢 它更加平缓的说高中生能够看这样子的书 所以 英語の本が読める的话呢 更类似我们英文或者是中文的一个表达 就是我能够读英文的书 我可以读英文的书 有一种能力的强调在里面 但是如果我们说英語の本を読める的话呢 它只是表示单纯的一个 我自身就是有这样子条件 有这样的能力 我是可以看英文的书的 它并没有那种这么强调它的能力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呢 一般呢 外国人呢 都不能够了解一个 哦的一个感情的处理 于是我们初级的时候呢 都会说把哦换成嘎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脑子里面建立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哦 平缓的 我有这个条件 我就是只是可以做这些事情 而不是说我能够去做什么 啊 批留我自己的一个能力 好 这就是哦和嘎的一个区别 get到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